歡迎收看周知的東橋Vlog 我是包伯 我是韋恩 今天我們來到了自由之秋一帶 讓大家走走自由之秋的晚上 首先我們先來吃吃看有機的漢堡Bear Burger 家店一進來 氛圍就非常好 座位非常多 感覺非常舒適 大家有沒有看過洋蔥圈 疊成這樣的漢堡啊 大家有看過家的香菜漢堡嗎 你看到這家餐點都是有機的食材 所以吃起來非常健康好吃 它的香菜啊氣味很香不會太濃烈 因為啊這邊的蔬菜都是跟契約農家 所訂的有機蔬菜喔 吃飽囉 哇這家店真是不油膩又好吃又有機 很推薦大家來吃吃看啊 在我心中應該已經快要排上第一名囉 已經是第一名了在我心中 去自由之秋畫畫囉 YES 自由之秋啊 雖然以甜點為主 但是餐點也非常非常多 而且飲得很晚喔 每一集Vlog都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什麼 就是要去喝 不吃香 不吃香 不吃香像有賣光包耶 先生先生先生 請問你今天穿的這件衣服是什麼 那是贊助的 正假的 你們東巧終於拉到贊助了 對啊 X-Rage跟火腳嘛 不錯不錯 那什麼時候可以拉到鹿角巷贊助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看他們的誠意囉 耶 好囉 哇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拉到贊助呢 不知道可能集一百杯左右吧 一百一百 第一百集Vlog就可以拉到贊助 快快 自由之秋啊 自由之秋啊 對來說是怎樣的感覺呢 自由之秋跟我喜歡的夏北澤 有一點像 這邊有很多日雜 還有有知名的甜點店 但除此之外呢 我最喜歡這裡的一點 也是它的道路啊 有一點點那種復古啊 或者是文青的風味 帶大家來逛逛自由之秋這邊一個小秘境 Trenchy 也有像這種很有風味的歐風小酒館 剛走 還開到喜一點喔 那委員請問一下 就是說東橋做這幾個月來 你覺得最受挫折的是什麼地方呢 我覺得最受挫的就是 一開始成長都蠻快速的 嗯 然後呢最近可能收到Facebook也算蠻的關係啊 就開始互動和觸擊都變得不是那麼老 不過呢因為我們現在有很積極的在 經營我們的YouTube跟Instagram 大家可以來follow一下喔 我們回到車站囉 以上就是這次的自由之秋Vlog 我是蘇文 我是伯 大家下期見 掰掰 不想重拍了 所以就 只有吃吃 不分囉 來來來來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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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